肺癌其實按照組織型態可能就有分幾種不同的型態 比如說如果你按照多寡腺癌跟小細胞癌來講 或者大細胞癌 那大細胞癌相對於腺癌大概就是一個比較罕見的肺癌 那比較常見的 比如說我們台灣現在健保已經給付非常多年的 EGFR Mimitation 這一件事情 那這個在台灣大概佔了肺腺癌的50到60% 所以它大概就是屬於肺腺癌裡面常見的肺癌 但是還有一些少見的突變 比如說AUK ALK ROS1 或者是VRAV V600E等等 那這個它的佔率可能就只有4到5% 甚至只有1% 2% 那這個我們可能可以把它叫做少見的肺癌 現在因為腺癌可以找到有藥的機會是非常的多 那上皮細胞癌當然在特殊條件之下也可以 所以如果這兩種癌症 那我們做一些特殊的基因檢測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它的基因檢測的結果 可以知道它大概是一個比較常見或者是比較少見的一個肺癌 分子生物學的檢測 目前因為因為病理科醫師的條件非常成熟 所以大部分的分子生物學的檢測 可以在病理切片診斷確定的同時就可以先做一些檢測 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話 當然可以搭配比如說現在坊間非常流行的 所謂的Plasma DNA 就是所謂的液體切片檢測 或許可以等在你接受了第一段的治療之後失敗 你可能體內的基因重新又產生了一些新的突變 那你又不能夠取得適當檢體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考慮再做液體切片檢測 也就是所謂的Plasma DNA 也就是血漿的去氧核酸的檢測 所以罕見的肺癌它的特點是 只要你能夠確定它的基因突變 那你找到了適合的藥物 其實這一組病人會比我們的傳統化學治療好非常多 而且它的生存的週期也會延長得非常多